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加拿大呢 一般来说呢 就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和平的地方 不像我们的邻居美国那样 经常发生的那些个枪击案件 经常发生的那些恐怖事件 但是就在今天下午 现在是6点56分 这是我这里的时间6点56分 多伦多的时间现在是7点56分 将近8点 在今天下午 多伦多时间1点半的时候 在多伦多 样和分治交叉路口 有一辆车冲上了人行道 撞了很多人 撞了很多人 到我现在反正是在网上看的 这篇报道 当那个报道 截稿日期 截稿时间为止 一共说是 有9人死亡 有9人被撞死 那个司机呢 撞了一些人以后 冲上人行道 撞了一些人以后 就逃逸 但是现在已经被警方抓着了 据说是一个光头的白人 到底是什么原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原因 到底是一个什么 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其实也不知道 什么原因不知道 什么人 据说是一个光头白人 我也不知道 这个文章是这么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警方已经 release了 确认了是一个 是一个白人 这个白人什么背景 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 反正遇到这种事呢 大家就觉得 这是 这肯定不是交通事故 这是一个恐怖袭击 这是恐怖袭击 到底说这个人呢 他是什么原因 是精神病 还是说 那个对社会仇视的 当地白人 还是有恐怖组织背景的 无从所知 但是遇到这种事 以后呢 人们就会有那个 把平常积累的 积压的一些情绪 就会发泄出来 就是加拿大人 就长期以来 对那个当局 关于收纳那些个难民 尤其是在布什 不是 那个川普上台之后 这个加拿大的难民政策 加拿大人很不 很有意见 就是川普上台以后呢 他觉得 难民我们不能要 难民不能要 说你是难民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到你当地去帮助你 给你设一个集中营 帮你渡过难关 等你难关 知道你难关过去 但是我不能让你到我的国家来 然后永远停在 永远留在我的国家里 这是川普的那个难民政策 那加拿大呢 不知道 不知道政府怎么想的 不知道我们的这个 小土豆总理 他们是怎么想的 反正就是 打从美国推出了这个政策以后呢 加拿大就跟疯了似的 到边境上去接那些难民 到边境上难民 一会儿看到那些难民存在 在逃离美国的 来来来来来 给你接过来 按说呢 那个按照这个国际 国际 这个难民 协议吧 就是你认 你申请难民的时候呢 那看你是不是 在这个协议国 参加协议的这些国家 你是不是在其中的 其他的国家 已经申请过难民了 如果你已经申请过了 你不得再到我这个国家来申请 但是小土豆的这个 这个 这个做法呢 显然是 跟这个协议是 相违背的 跟这个协议是相违背的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觉得他很人道 他觉得他很仁慈 他觉得他 跟美国不一样 我个人呢 也是跟有些人的 那个 就是反对这些 难民政策的人 意见是一样的 我觉得非常愚蠢 非常的愚蠢 但是也没有办法 现在呢 就是 我知道那些个民主人士啊 什么的 大家都在争取 争取民主啊 什么的 其实 哎呀 就算是实行了民主 普通百姓说了算吗 美国 大家都知道 美国就在两个党之间 不是你就是我 不是你就是我 对吧 你方唱吧 我方登场 加拿大也一样 加拿大也一样 然后那些竞选 你没有钱 你能竞选吗 没有钱怎么竞选啊 所以竞选也是一个 有钱人的游戏 所以一个普通人 你有什么用 你手里那一张选票 真的是 其实你选谁都一样 选谁都一样 只不过呢 加拿大和中国的不同 就是你不用担心说 你说了一句什么话 而把你抓起来 这是 这是我永远都不可能 去中国的一个原因 这是我庆幸的一个 一件事情 这是我同情国内的一些 一些人 但是在国内 有大部分人 他们 他们并不觉得 就像那个歌里面唱的 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 人民不需要自由 那歌 那个小伙子叫李志 对吧 唱着那个 就是有些人呢 想法比较多一些 有些人就 在那个环境当中比较痛苦 绝大部分人呢 都很happy 都很happy 有些人呢 可能不经常回国 有点脱离实际 我是经常回国 我每年都回国 一回国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些 一些的东西 但是呢 人们都很happy 大部分人都很happy 他们视而不见 他们没有苦恼 他们真的是没有苦恼 你要是说的话呢 你知道吗 他对你有意见 他对你有意见 他觉得你有病 所以呢 我现在 现在对他们 其实又跟我没关系 我是一个加拿大公民 你那边怎么样 跟我有个什么关系啊 我一年回去 看一趟父母 跟我有啥关系啊 是吧 你happy你就happy 你不happy也跟我没关系 我也有我不happy的地方 对吧 加拿大就那么好吗 不是的 美国就那么好吗 不是的 相对吧 这次的这个事件呢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恐怖袭击 如果是恐怖袭击的话 可能对那个 小兔兜政府是一个 一来是一个触动 二来呢 那个反对党就可以 可以有了把柄来诟病他 反对党有把柄来诟病他 如果诟病的事情多了的话呢 还可以提前大选 加拿大经常提前大选 就提前大选 没有到那个年限 就提前再重新选 当然你选 现在那个小兔兜是自由党 如果再选 我们把保守党又弄上去 有用吗 没用 没有 保守党 保守党更不行了 美国那个 一开始 川普刚一上台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看好他 很多人不看好他 其实尤其是中国人 人云亦云而已 只是人云亦云 你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甚至都不知道 川普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川普到底想给你带来什么 你都不知道 我个人觉得川普是一个比较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其他的那些政客 政客真的是不可信 政客 你甭管是 玩那些玩政治的真的是不可信 他们就是玩着政治的 玩政治就是玩人民 玩政治就是玩人民 我觉得川普是真的是想干事的 他那个口号 说让America great again 他不是一个空话 他真那么想的 真的那么想的 而且他是搞这个 他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人就是focus 就是生意经济 对吧 有人会说你 你做生意你做的好 但是政治你是一个外行 政治的东西 什么样外行啊 什么样外行啊 对吧 就是他可能不知道 怎么样让这个 这些key player 什么中国呀 日本啊 或者什么那些key player 我也不懂啊 让这些关键性的国家 让大家都聚拢到一块 别让我成为一个靶子 他可能是不懂这 他可能是不懂这几个手段 但是这些东西 这个玩法 不止一个 各有各的玩法 美国是大哥大 美国说现在川普上台 我是这么个玩法 其他的国家就得跟着变 你不跟着变 你就吃亏 这回是中兴 对不对 跟中国的deal 跟朝鲜deal 跟各国家deal 川普也行 难道不行吗 对不对 我倒觉得还有些人说的有道理 他比那个欧巴马强 好 关于这件事情呢 我就跟您分享一下 我的这些个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